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重申3月降息几率低 美元指数冲上8周新高 周一4月交割的纽约黄金期货收盘下跌10.8美元或0.5% 来到1月29号以来的最低收盘价 去年表现超于标普500指数的科技7巨头 将成为过去式吗 对冲基金Live Street Capital分析师卡车指出 今年美股由AI5主导 金元代工龙头台积电也上榜 并且是五党中唯一的非美企业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周一表示 美国预计将在未来8周内发放晶片补助 美国政府设立一项金额达390亿美元的半导体奖励基金 雷蒙多并未说明官方正在与哪些公司进行协商 但他特别提到台积电在美投资的规模 是高度复杂且前所未有的设施 美国保养品牌雅士兰黛5号宣布 将在全球范围内裁员5% 消息一出雅士兰黛5号盘中股价一度大涨19% 这次裁员估计有多达3100名员工将受到影响 新唐人野太电视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